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白宫呼吁州政府隔离措施 切勿阻碍防疫 沃泰华民众悼念意难士兵 晚上好 欢迎收看10月27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你来关注 纽约和新泽西等州政府决定 西非凡美的医护人员必须接受强制隔离 一名女护士更因此被隔离在新泽西医院的帐篷中 遭到了白宫的关切 让相关州政府执法在27日紧急转弯 白宫当天更表示 不希望州政府的隔离措施成为美国协助防疫的阻碍 和新泽西州政府上周宣布 与爱博拉病患有接触的医护人员 返美后必须接受21天的强制隔离 芝加哥等州也宣布跟进 却遭到白宫方面公开表示关切 白宫27日表示 各州政府有权决定更严格的隔离措施 但不应影响美国协助防疫 一名从西非反美的女护士 下飞机后被带到新泽西州医院的帐篷 强制隔离 让她不满表示 州政府违反了基本人权 强制隔离措施备受争议 让相关政府政策紧急转弯 27日表示 若反美医护人员无相关症状 便可返家自行隔离 并接受当局监测 不过联邦政府是否有可能宣布 强制隔离医护人员 欧内斯特也表示 未来将根据科学做决定 目前奥巴马仍持开放态度 此外从西非反美的民众 当天开始也必须接受21天的监控 此措施目前在纽约等6个州执行 涵盖了从西非入境的7省民众 凤王卫视 李卓军 杨佳佳 华盛顿报道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24日晚间举办向美国飞狐队老兵 致敬招待会 8位曾经参与援华战争的飞狐队老兵 接受了褒奖 国会众议员本田 飞狐队历史委员会成员 等组织约180人出席了当晚的招待会 总领事袁南生指出 抗战时期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飞狐队 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抗击日本法西斯立下赫赫战功 这段历史应该被永远铭记 飞狐队老兵接受嘉奖与鲜花 最年长者已经是101岁的人瑞 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外孙考克斯认为 飞狐队和外祖父是在不同时代 促进中美友好与世界和平 海外第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创办人 方立邦琴女士 当晚向飞狐队历史委员会 捐赠了17万5千美元 用于重新装备一架当年曾飞越驼峰航线的飞机 并永久陈列在广西桂林飞狐队遗址公园内 而这座公园将于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对外开放 知道人还是太少 这就是我们飞回队历史委员会的任务 就是要多去教育 多去宣传 让多一点人知道来保护 让这种犹豫 这种历史传下去 防号卫视刘海平李托夫 旧金山报道 另外加拿大首都沃泰华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一名枪手向国家战争纪念碑前的守护士兵开枪 导致士兵遇难身亡 这起事件在加拿大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0月23日 尽管国家战争纪念馆广场还被隔离带封锁 持枪核弹的警察在广场上戒备 首都民众和游客自发的来到纪念碑前 悼念日前在这里遇害的士兵 警方为悼念者开放了一条通道 民众手持鲜花 向遇难者莫哀祈祷 道场的民众对这场事件表示无法接受 渥太华居民沙哈尼说 加拿大是个和平安全的社会 在这里各个族裔都能很好的融合相处 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国会山庄的工作人员已经恢复正常工作 但国会山庄暂时不对游客开放 警察在国会山庄前设岗盘查进出人员 10月24日下午 关闭两天后的纪念碑广场 举行了重新开放仪式 总理哈勃出席了活动 纪念碑守护士兵表演了换岗仪式 仪式结束后 围观的群众进入广场 向遇难者献花哀祷 在现场 记者见到了华裔参议员胡子修先生 胡子修认为 今后国会大厦应该加强警卫力量 并庆幸这次事件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还好就是这一次的事件能够尽快的控制住 要没有染成太大的这个死伤 所以上帝保护加拿大 街道上的护栏已经被拆除 封闭的街道也陆续开放 街面的商铺恢复了营业 而国会大厦门前的草坪和国会大厦内部 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对游客重新开放 凤凰卫视记者王妍 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另外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市选将在下月拉开序幕 这也是该省市选记录中 华语参选人最多的一届 其中本拿比市共有华裔竞诸者11位 此次本拿比市选候选人中 共有6位竞选市长 18位议员候选人 及学务委员候选人14位 除7人独立参选外 其他竞选者分别来自执政党 本拿比市民协会和本拿比优先联盟 执政党在助选会上表示 华裔比例在本拿比市不断上升 关注华裔需要势在必行 我们工作很努力 我们有一个大量的大量的大量 是在中国 它是对我们的中国观众 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 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 他们会出现支持很好的选择 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 我们这个团队在过去的这么20多年里面 为我们的城市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也取得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比如说我们是被评为 加拿大最佳管理城市第一名 我们城市的可出去发展 都是在加拿大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本拿比优先联盟主要成员就指出 现任执政党缺乏市政透明度 我们希望在省任以后 在头1880天进行这个核心的检讨 希望找出哪些地方可以减少这个浪费了 然后把税环冻击在三年来冻击 本拿比优先联盟学务委员候选人梁汉华表示 华裔尤为重视的教育素质提高 是其参选的主要目的 根据国际人权宣言 家长有绝对的优先权 来决定他们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 我认为学校局应该让家长参与所有的政策的制定 两党候选人就康德摩根输油管计划 税收交通等试选议题进行了激烈的竞选辩论 本拿比及卑诗省其他选区将于11月初开始接受投票 截止日期为11月15日傍晚 两党候选人皆表示 希望看到更多华裔参政积极参与投票 凤凰卫视组客秦李东尼温哥华报道 来关心拉美和加拿大今天的重要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昨日晚间在华盛顿州一所中学发生的枪击案中 一名受伤的女生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使这起案件的死亡人数上升至三人 这一事件发生在24号上午 在马里斯维尔皮尔查克中学的餐厅内 一名男性学生从背包中取出手枪向多名学生射击 导致一名女生当场死亡 枪手走出餐厅后继续射击随后自杀 另外,当地医疗中心的官员称 仍有三名学生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两人情况危急,一人伤势严重 在美国新泽西州 首名因为曾在西非三国接触过爱博拉患者 而被强制隔离的女护士 将获准离开医院回家完成余下的检疫程序 这名护士西科科斯24号抵达新泽西州 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 因为该州的强制隔离令 而被立即送到当地的一所医院的隔离帐篷 但并未出现症状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迪27号表示 她将获准出院返回缅甸州的家中 完成21天的隔离检疫 第一夫人米什尔 可能遵循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模式 2018年在加州竞选联邦参议员进军政坛 米什尔两年后离开白宫 参政的说法从未停过 网络媒体《轨道杂志》23号报道 奥巴马的支持者希望米什尔2018年出马 接任参议情报委员会主席范士丹 在加州的席位 报道还指出 虽然白宫第一家庭尚未宣布 26个月后的动向 但洛杉矶可能是未来目标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 昨日发布的美国联邦公报显示 2014年第三季度 放弃美国国籍的人数增至776人 同比增长39% 今年7月1日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在美国生效 该法案要求所有美国纳税居民和外国金融机构 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报告其美国客户的账户信息 不合作的金融机构若有源自美国的任何收入 将会被惩罚性扣缴30%的预体所得税 此项法案被视为美国政府打击美国企业移民海外 以逃税的重要举措之一 或将迫使越来越多居住在海外的美国人放弃国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CNT的短消息 中国和越南近年来因南海争端而出现紧张状况 但最近在双方政府的努力下 两国高层在不同场合互动频繁 紧张关系有所缓解 本月18号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八一大楼 会见了到访的越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防部长冯光卿 两人同意要不断改善双军关系 而本月中旬的亚欧首脑峰会期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米兰同越南总理阮静勇见面 李克强表示 两国克服了前段时间遇到的困难 双方要妥善处理和管控好海上分歧 继续推进海上、陆上、金融全方面的务实合作 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警方处理公众集会的手法 保安局形容 占领行动已经成为一列失控的高危列车 而香港警方则批评 示威人士不守法的意识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据悉 对于阻碍执行法庭命令的行为 特别是暴力行为 警方会果断执法 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 亚投行的成立将可以填补现有 国际多边组织所不能触及的经济需要缺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会见亚投行成员国代表时也表示 希望推动区内以至于全球经济繁荣 此外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纪伟强调 中国不恪求寻求一股独大 也不一定要占到50% 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 中国的占股比例将会相应下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消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本节目由Chase大通银行赞助 另外在财经方面 纽约股市周易收高苹果公司 以及消费品板块上涨 抵消了当天公布的主要公司 利空财报的影响 美国股市周一低开后 全日低位震荡 能源与原材料板块领跌 能源板块受油价影响 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破 每桶八十美元 此前高盛分析师将油价目标 从每桶九十美元下调为七十五美元 首盘时三大股指涨跌互建 道指和纳指为伏上扬 标普小幅下措 市场正在期待美联储 本周的会议声明 投资者预期美联储将会宣布 正式结束量化宽松政策 但将保留较长一段时间 维持在低利率政策的措辞 在美联储发布会议声明之前 市场可能不会出现大幅震荡 美国房地产经济商协会 发布的二手房签约销售报告显示 九月份的签销指数 环比增长百分之零点三 经济调的毒素增至一百零五点 创下今年以来的第二高值 显示近期内二手房转让交易的完成量 有望加速增长 墨沙东药厂收紧了 对今年的业绩预期 专利权到期将对其销售收入 造成不利影响 推特在盘后公布财报 盈利于此前预期持平 但用户增长不如预期 及公司走向不明 推特的股价在盘后交易 出现大幅下挫 凤凰卫视 张世新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年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在社区消息方面 由北京市学生组成的金藩艺术团 结束在美国东部的参访 日渐抵达洛杉矶继续进行防美演出 与当地民众共同庆祝 中美建交35周年和北京与华盛顿 建立友好城市30周年 当天的演出是在 入传基帕萨底纳学院的剧场内举行 同学们丰富多彩的演出 受到上千名观众的热力欢迎 中国驻入传基总领馆文化参战 车照和应要出去观看 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们的到来将能够推动 两国在青少年之间的这种友谊 加深了美国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 成立1987年的金藩艺术团 自由北京九十十个分团组成 八次所中小学三万名学生参与 这支艺术团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制中学 和中国戏剧学院复制中学的学生组成 这个艺术团涉及了所有的艺术门类 他们作为文化的小使者 曾经到访过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次艺术团演出的积木 形式各异 同学们精湛的表演和对艺术的热爱 深深打动了美国的观众 这个意义很大 能够让我们中国的青少年的面孔 给美国的青少年有个印象 有个友好的印象 有个爱好和平的印象 我觉得非常好 艺术团的学生们作为中卫文化的使者 通过一场场精彩的演出 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接受给美国人民 用艺术的形式 表达了中国人民自相不息的精神 和人类向往永久和平的美好追求 同时也充分体现出 中国青少年对世界优秀文化的接纳 和珍重 呈现中国青少年良好的素质和风貌 风貌威斯网民软件报道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主办的魅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活动 在休斯顿著名的莱斯大学开幕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李强明出席了开幕式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 魅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活动 10月23日下午 在休斯顿莱斯大学举办了开幕式 海派文化走进了美国的著名大学校园 休斯顿副市长高泽勒是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李强明 莱斯大学校长李达伟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等各界人士出席了开幕式 休斯顿市政府 莱斯大学 上海图书馆 休斯顿公共图书馆 休斯顿Gallery商业中心等单位 共同参与了这项活动 魅力上海活动为期一周 包括在莱斯大学展出的 反映上海最新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的 魅力上海摄影展 通过上海图书馆的上海之创项目 向休斯顿公共图书馆 进行世界城市日与上海市博会等一批图书赠送活动 我们感觉两个城市还需要加强文化的交流和合作 然后促进两个城市人民的了解 所以这次我们从上海带了40多幅 全面反映上海各个方面的摄影作品 在休斯顿展出也是有这么一个目的 开幕式前 两市续签了互播城市形象片的备忘录 从明年起 在休斯顿的电视台 旅游中心电子屏幕 以及主流网站上 将继续展播为期一年的上海城市形象片 在休斯顿著名的Gallery商业中心 同时再度展出了 由德国著名摄影师汉斯·埃奇制作的 360度上海 立体体验型图片展 吸引了众多当地市民和游客 前往参观合影 这些展览 图书和视觉影像 为美国公众提供了近距离感受 上海魅力的机会 特约记者 玉伟 莫时 苏斯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美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在天气报后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天天话题栏目 不要错过 最后再次感谢您关注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夜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凤凰美洲新闻友 李新华翡翠金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让Steve Bob和Ultimate保护您 想更好迈进 世界品味 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超凡选择卡不干翼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Con Mand 这边见充电 台拜优来自16闻 李宗盛山